今天就和大家分享soft preparation的概念 soft preparation在DSE中 短則可能在MC中考你1分 長則可能在ACET中考你5至6分都不出奇 絕對是重要的概念 裡面分開了兩大方向 第一個方向就是incelable sort preparation 第二個方向就是celable sort crystal preparation 今天我們只要在incelable sort preparation上面 我們要做這個incelable sort的話 就一定要用到這個ion exchange reaction 過程當中我們會選擇溶於水的reagent 把它混在一起 之後我們想要的東西就自動自覺會沉澱出來 舉個例子 例如我們想做這個lactyl sulfate 我們是需要找一些reagent 是能夠為我們提供到PB二症和SO4二負 好了這次我們選擇了的是lactyl nitrate 和syn sulfate 將它們兩者溶於水的時候 它們會為你提供了mobile ion 之後它們就會交換一些ion 到最後我們想要的lactyl sulfate 就會自動沉澱出來 看看這個equation 這個PBNO3負乎2的aq solution 是會為我們提供了PB二症NO3負 這些ion自己當中都不斷交換 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有一個PB二症一號 它黏住了NO3負的一號 是不是永遠都是這樣黏住的 不是的 轉過頭可能就會是PB二症的二號 就和這個NO3負的一號貼在一起 總之不斷交換當中 它們自己裏面都不斷交換當中 而這個syn sulfate solution的情況 亦都是相近的 它們會有syn2 plus 和SO4二負 不斷交換當中 當這兩兜的syn solution 混合在一起的時候 它們正和負的東西 就會願意繼續交換下去 PB二症 在遇到SO4二負的時候 就會貼在一起 變成了inselable的lactyl sulfate 而syn2 plus和NO3負在一起的時候 是不會沉澱出來 因為它們溶於水的 換句話說 在做完這個反應之後 lactyl sulfate就成為了整個syn solution 唯一的solid 我們就可以透過簡簡單單的filtration 將它隔出來 而在lactyl sulfate的表面上 肯定會有一些未用完的lactyl nitrate solution Syn sulfate solution 和Syn nitrate solution 我們不想要這些髒的東西 所以就可以找大量的清水 DMS water 沖洗我們想要的lactyl sulfate 到最後 只需要把lactyl sulfate 把oven烤乾 就可以得到乾乾淨淨的lactyl sulfate 問題就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用synable reagent 打個比喻 今次我要的是sulfacloride 當我要sulfacloride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用sulfa nitrate 和PBCL2 混合在一起得到sulfacloride 是不可以的 為什麼不可以慢慢再解釋 至於反過來 sulfa oxygen 和sulfacloride 又可以不可以呢 都不可以的 你可能會不明白 明明我這個sulfa nitrate 都會有 AG 和NO3 而這個PBCL2 都會有PB2 和Cl 還有就是 我們這個sulfa oxygen 都有 AG 和O2 另外還有就是 sulfacloride 都會有 NA 和Cl 裏面 正和負的東西 混合在一起 之後 一樣會有sulfacloride 為什麼不可以呢 文字上 實面OK 但實際上做不到的原因 如果不理解的話 可以看看下面的兩幅圖 第一幅圖 就是Sulfa nitrate 和Sulfacloride Solution 裡面的情況 他們就好像一個 Open Relationship 一樣 說戀愛關 在裡面的Open Relationship 如果你不明白什麼 Open Relationship 都很正常 因為在亞洲地區 不太盛行 但歐美地區 非常盛行 就算你是熟悉 你也未必會 說到這件事情 他就是說一個男生可以同時之間 Date幾個女生 而反過來 一個女生 同時之間可以Date幾個男生 這個不是說一腳踏幾船 他們是知情 他們是知情的 就像王子華所說 聽到這裡的時候 大家會有什麼感覺 就是快樂 無比的快樂 整件事好像好美好 實際上 當然會有問題發生 例如Jelaxy的問題 不過當然我們今天 就不是說這件事情 我們不要在這裏高細節 我想形容 Sulfur Nitric Solution 和Sodium Chlorine Solution 裡面的Ag正和Anno三貨 是一直在交換 OK 打個比喻 我有一個Sulfur Iron的一號仔 它可以 不斷地和Nitric Iron的1234567890 順著下去 不斷交換當中 而反過來 我們的Sodium Chlorine Solution 都是這樣 Ag正一號仔 是不斷和Cl-1234567890 不斷交換當中 所以當這些Solution 倒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是可以做到交換的 OK 反過來 如果我們說 Latric Chlorine 和Sulfur Oxid 的Sample 他們就好像 戀外關係當中 傳統那種 Go Exclusive 是會有 commitment 是鎖死了 PB 已經是跟著Cl- 你放些什麼 下去都好 是交換不了的 正因為交換不了 就做不到 Ion Exchange Reaction 你想像一下 如果把這雙Couple 放在這裡的時候 他們會怎樣 沒有的 他們都站在一起 只不過就是 他們會自己 抱在一起 但是不會像 上面 拖著手 OK 講了那麼久了 大家都應該知道 為什麼 我們的Solability Table 那麼重要 因為它會幫你 選擇到適合的Reagent 去做回我們的 IncelableSod 到最後 當然要做回題目 確保剛才學到的東西 能夠靈活運用出來 記住禁止影片 試一試 這次的題目 We only describe how to prepare Barium Sulfate from two Reagents 一般它都會給了一隻Reagent 你自己suggest另一隻 再寫一些step出來 這次 難度上提高一點 兩隻Reagent 都要自己選擇 並且寫對的step出來 在講的答案之前 如果同學者覺得 這段影片有幫助的話 請大家like 這個video subscribe我的頻道 按鈴鐺 你就不會失去我任何短片 亦都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帳 這個帳戶裡面 有一些文字版本的sharing 給大家看 好了 去到最後 如果想上我的完整課堂的話 可以上 這個drshonlem.com的網站上面 看看試堂資訊 選適合自己的試堂方法 直接聯絡我就OK了 答案的第一個重點 當然就是選適當的Reagent 能夠提供到 Mobile BA2證 和SO4E負 那for BA2證 扭住Nitrid 就最穩陣 因為一定容易 Barium Nitrid 當然你也可以選 Barium Chloride 好了 至於sulfate質人 選擇Sulfate Protessum Sulfate 這些最穩陣 因為扭住NA症 扭住K症的 一定溶於水 一定能夠補回到Mobile的sulfate質人 至於我們可不可以選擇 Dilute Sulfate Axis 當然可以 因為它是 Strong Axis 是能夠completely Ionize 去給予 Sulfate質人 是不是 有些同學會問 Sharna 我看到你下一個 就是說 Solid Reactant 是需要 將它溶於Deanized water 或者Distilled water 如果我選擇了的 是Barium Nitrid Solid 以及W Sulfate Axis 的時候 可不可以直接 將兩種混合 而不事先 將Barium Nitrid 溶於水 答案是 不OK的 你可能會問 Sulfate Axis 裡面都有水分 裡面的水分 不可以溶解 Barium Nitrid 再去做 Ion Exchange Reaction 其實是可以的 不過效果 真的不太好 在現實做實驗當中 如果有Solid 是能夠溶於水 你準備將它同一個 Aquid Solution 做反應的時候 你不將它 事先溶於水 而直接 丟到Solution 效果真的不太理想 所以考評局要求學生 當你用多一些 溶於水的Solid Reactant 的時候 是一定要事先將它 溶於Deanized water 或者Distilled water 是有分數的 用好之後 就可以混合在一起 一混合在一起 裡面的Mobile 就會交換 BA2症 黏著SO4 負的時候 就會沉澱 變成了 不溶於水的BASO4 我們就可以透過簡單的Filtration 拿它出來 到最後 我們的Barium Sulphage 表面上 當然有一些 剩下的Reagent 是不乾淨 我們不想要的 就用Deanized water 或者Distilled water 洗一洗 最後 將它放在焗爐裡面 焗乾它的話 就可以得出 Pure的Barium Sulphage 在這裏 相信同學對於 IncelibleSolid 的Perparation 都相當熟悉了 今次的Sharing 就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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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